游泰商业大亨的事业 越来越引起世纪商界的高度关注 在西方国家 他们以其特有的赚钱之数 积聚了亿万之财 在东方国家 他们又以其经济的威力和卓越的智能威震四方 标新利益 在未来的事业中 财富将成为主导世界的重要力量 并影响着现代人类的信仰和追求 如果您希望做一名成功的商人 如果您希望拥有成功的企业 如果您希望成就财富的霸业 那么请翻开犹太人经商之道中最辉煌的财富篇章 细细地品味它去开启财富的大门吧 他目得大全集第一部分 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一 钱是货币 是一个人拥有物质财富多少的标志 就其自身而言 是不分贵贱的 在犹太人的传情观念中 他们从来就不敢当三罗 康玛大 看成是低贱的事 也不认为做老板 经理就高人一本 钱不管在谁身上 都一样是钱 他们不会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中 就不是钱了 因此他们在赚钱的时候 不会把钱分为高贵的或低贱的 即使他们目前所从事的职业不好 也不会觉得自己低人一等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 心态都会表现得非常平和 对于钱 犹太人有自己的看法 他们认为金钱无信使 更无履历表 他们相信 通过自己的心情劳动赚来的钱 是心安理得的 因此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 尽量赚取更多的钱 不管这些钱是知识分子 脑力劳动得来的 还是农夫出卖的产品得来的 都是收之无愧 太人处之 会赚钱的犹太人 有很多 以方摘发起的亚伦 就是典型的一例 这位一句英国的犹太人 从打工开始 用他积攒的一点钱 做些小生意 由于他的努力 生意不断扩大 这时 他的资金周转不过来 只得向银行借款 在实践中 他发现向别人借钱 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往往与商业经营 获得的利润相差无几 他想 自己辛苦劳动赚来的钱 大部分要交给银行 而且风险比银行还大 不如自己也去从事 方债业务 几年后 他开始方债业务 他一边抽出部分资本 带给继续用钱的人 一边维持小生意经营 另外 他又从银行带来利率相对较低的钱 以较高的利率转带给别人 从中赚取差额利润 有些人 即等着用钱应运以月息百分之二十借贷 这样 等于一百元放贷一年 就可以得到两百四十元的回报 这比做生意要划算得多 亚伦就是看准了这一点 才使得自己的财富不断增加 亚伦63岁去世时 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产 犹太人一向把金钱当作世俗的上帝 他们认为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上帝之外 就只有金钱 最值得人尊敬和重视了 在塔木德中 有许多关于金钱的格言 圣经放射光明 金钱散发温暖 身体依信而生存 信则依靠钱包而生存 用钱去敲门 没有不开的 钱会给予我们向神购买礼物的机会 钱不是罪恶 也不是诅咒 他在祝福着人们 犹太人在追逐金钱 聚集财富方面的成功 使其在世界民族之灵中 占据一席之地 因为在商业社会中 人的成功标志 人的价值实现 在很大程度上 是依靠自己在财富方面的成功 犹太人在经商的过程中 始终坚守着一点 他们对顾客不带一丝成见 而且总是平等对待 在犹太人看来 因为成见而破坏的可以赚钱 生意 是很不值得的 犹太人驱逐在世界各个地方 虽然他们拥有不同的国籍 但是他们都自视为同胞 而且他们之间经常保持密切的联系 犹太人在经商过程中的宝贵经验时 贸易之中无成见 要想赚钱 就得打破既有的成见 对交易的对象 犹太人也是不加区分的 只要能达成生意协议 能从对方的手中赚到钱 就是能够做的 在犹太人的观念中 除了犹太人之外 其他人都被称为外国人 为了赚钱 无论是哪个国家的人 都是他们的交易对象 他们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一桩能赚钱的生意 所以对交易对象的宗教信仰 肤色 社会性质是不会加以区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